港交所建议在香港推行特殊目的收购公司 SPAC上市机制的咨询本月底结束 金融发展局表示 支持引入新上市选项 加强香港作为理想上市及集资中心优势 金发局认为 SPAC作为传统首次公开招股 IPO集资途径的补充制度 相关建议的框架设计具备多层防御机制 同时对保护投资者极为持市场制速非常重视 金发局提到 在推出SPAC上市制度的同时 建构一个平衡的保护机制 去维护投资者利益甚为重要 适当的投资者教育也是不可或缺